刚刚过去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全世界有多个政府 媒体 还有民间团体以及个人 公开谴责中共的屠杀行径 并哀悼死难的学生 可见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抹去人们的记忆 大量的声音都直接要求中共交代六四真相 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就明确说出 中共并没有改变 一直在杀人 全世界都应该不断地努力来结束这个专制体制 4号入院后 香港18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 六四烛光悼念集会 他们之中有坚持了25年的白发老人 也有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 甚至还有专程来香港 隔天回内地的大陆人 现场不时有民众喊出 打倒共产党 4号白天 正在波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演讲中说 25年前 波兰人民行使投票权 但地球另一端的天安门广场上 坦克却碾压过和平民主示威的民众 奥巴马过去较少在公开场合 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或提到六四 所以他的这次讲话引起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 同一天 在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地 都有民众纪念六四抗议中共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等200多名抗议者 在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抗议 中共领馆下的一度关门 美国白宫日前发表声明说 中共应说明六四事件相关的死亡、监禁 以及失踪情况并负起责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也发表声明 要求北京公布六四真相 同时呼吁释放近期被抓的几十人 并停止封锁网上讨讨论六四等 大陆维权律师腾彪在香港纪念六四的集会上发表演讲 他隶属了近几十年来被中共迫害的中国人 他说 25年过去 狐杀并没有在1989年结束 以法律的名义 以维稳的名义 以国家统一的名义 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杀人 以法律的名义 以维稳的名义 以国家统一的名义 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杀人 他还表示 今天不站出来 明天站不出来 就算砍头也绝不回头 网友对腾彪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气和决心 齐声喝彩 美国军方日前公布了一份报告 内容包括六四事件当天 一位从酒店房间观察天安门广场的匿名人士证实 那些不会说北京话的 中共军方第27军的军人们大笑着 一看到集会民众就乱枪扫射 当时的镇压残酷 另一份白宫机密档案也透露 六四死伤民众估计多达4万人 其中10454人被杀害 来结束共产党专政 旅美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日前在美国华盛顿说 25年来 中共的专制体制和与人民为敌的本质 并未发生实质的改变 他强调 25年后纪念六四的现实意义 就是大家不要指望中共发善心 而是一定要群策群力 来结束这个专制 2004年底 美国媒体《大纪元时报》 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 帮助亿万中国人认清了中共 目前已有超过1亿6千7百万人宣布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